程总 怎么了 你必须在我的时间范围之内 到家了吗 到了 请问最后你助理跟谁走了 晚安 今晚这像两个男人 争喜欢的女人 我在旁边都多余 感觉好失落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该送你回家了 不然等一下 你们家小程总 又要不乐意了 你就向他肚天亮一把火 你这说十二点回家 一分钟都不带少的呀 程总 晚 你们这个年纪的人谈恋爱 是不是像老房子着火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啊 啊 八七年春晚 果然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林萱萱 你出来 好 好 好 马上 程总 怎么了 你必须在我的时间范围之内 程总 你不会是怕鬼吧 怎么可能 你今晚不许回房间 你必须在这儿陪着我 你必须在这儿陪着我 站住 你必须在哪里 你必须在这儿陪着我 是吗 在这儿陪着我 我还以为小陈总是来拯救公司的 没想到这个结果 你能破乌鸦嘴吗 这不明摆是最后通牒的吗 程总还是打算把工厂卖掉吗 是啊 让我回总公司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实在人为吧 当时我们也没想着这事真能成 不过这程总知道的也太多了 选择这个时间也很蹊跷啊 对 画家全都要 你们帮忙设计摆放一下吧 你在装修吗 快下班 李俊俊 开车送我回家 程总 你看到我画具了吗 这是你画的吗 你干吗进我房间 我 你给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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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绣不给 这房子是我的 你认识我雇佣的 我有权利进入任何空间 虽然说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对我的任何要求都是合理的 但是我也是个人 我是个女人 我有我自己的隐私 你就这么跑进我房间 你太不尊重我了 好啊 我就是不尊重你了 你可以随时辞职 我绝对不会留你 把坏具还给我 扔了 扔 扔哪儿了 阁楼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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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辞职吗 我睡之前都有效 对不起啊刚刚 什么 听不见 我说 对不起 我为 刚刚向你的态度道歉 不过你随便进我的房间 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生气也是应该的吧 你快递 居然是只活物 这是给嘟嘟的 嘟嘟 嘟嘟是谁 她是 是你养的宠物吧 狗 刚才这个门没关好 小东西跑出来 钻你房间里去了 所以我才去你的房间 我道歉 我上次去你房间 我道歉 我 我接受 不过你第一次向我道歉 我活时有点不自在 我不喜欢有毛的动物 明天把他送走 这个态度就对了 你 周全 你说怎么办呀 这谎越说越大了 但我觉得你有儿子这件事 又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你是律师嘛 那你跟我说说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呀 解除合约关系 就是被开 但是一般的公司呢 是不会因为这种事 起诉你的 那不行 那我也不能轻易跟他讲 心里藏尸的感觉 真是太不好了 你呀 你就这心理素质 你就别想什么了 早点睡吧 拜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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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